和苗栗 不过讲这个之前 特别注意 刚刚这个请你把它储存 不过储存的时候 记得这边一定要佛 按4 我前面有讲过 一定要佛 佛的话让你浏览一下 浏览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改 启用聚集火也不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 按4的话 你刚刚写的VBA就消失了 永远救不回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 做错了就救不回来 因为它不会帮你保留 你也没办法 所以把那个负担名改一下 OK 因为我刚刚存档之后 我发现会不会 我想说会不会同学 有同学忘记了 那麻烦 好那这一题的话就是 苗栗和宜兰 那当然呢 第一个想到 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三米斧 那条件的话呢 是苗栗和 不过这边Quartiere只能一个而已 它没办法给你第二个 它也没办法货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边的话 一样就是先怎么样 先打一个那个苗栗 然后怎么样 信号 对不对 然后range的话就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先找到苗栗的 并且帮我加职工人数 加起来 30个人 按确定 但宜兰怎么办 很简单 这样复制一下 OK 然后怎么样 加上什么 切过来就可以 那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宜兰就好了 OK 这样也是一招了 只是说还好这边只有两个现实 如果 那个或那个或那个 或好几个的话 因为未来资料一定会越来越多 你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举例 只是举一些比较单纯的 简单的 如果质量变多的话 那还是建议用VBA吧 有时候还比较简单一些些 不然的话你要做很多事情 42个人 那一样的方法 把它Ctrl键按住 拖拉一下 Ctrl键按住 然后把它改VBA OK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VBA 我就把它delete掉 那可是开发人员里面 刚刚的话呢 我们可以 一样在这边按右键插入什么模组 然后呢 名称的话呢 我就叫这个好了 就是用这个当名称好了 然后一样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就这一个 那里面的程式怎么办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刚刚有存到档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这个的程式 这个是这里 我就开错了 我开到那个没有 XLSX 这个没有 所以我把刚刚的那个打开来 就这个 其实呢 如果你要重写的话 倒不如你干脆拿刚刚的程式来当Fund 就可以来启用聚集一下 像这个 然后我们开发人员 把刚刚007模组 这边把这个中间这一段 把它复制一下 拿这个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这个模组 刚刚我们这个模组 的这一段里面 其实呢 只要改几个地方就好了 第一个的话 回圈 刚好 一样是 二到十一 不用改 判断的话呢 应该是切过来就对 应该是十 我刚刚看错 OK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二到十 所以这边改十 然后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判断的逻辑是 前两个 刚好前两个字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苗栗 或者是 或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VBA里面 你有第二个条件 非常简单 你又打一个 我就可以了 在VBA里面第二个条件 或 有没有 宜兰 那你怎么做呢 把这个程式 就是复制到这边来 或的后面 然后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一栏就可以 那如果你还有第三个 再或 再或就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这边的话 也是前两个字 是什么吗 所以以后 我是建议 如果你有一些 还是不太熟 或者不太会写 好记得 要记得一些 范本吧 OK 那有些范本 反正你就贴来改 比较好 所以有些时候 当然你不可能一下很厉害 但是你至少 如果有厉害的范本 你就可以改 这个会改吧 累加哪一个 职工人数 所以把它改了吗 改个 B不就好了 对不对 它本来在C栏 现在在B栏 把B栏的东西累加 最后输出到哪里呢 D2 这边把它改低 这样不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写完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不就一样类似的东西 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一样类似的东西 我是建议你就找一个范本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无数个范本 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把范本拿出来改 那你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了吗 对不对 所以真的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它输出执行看一下 看这个结果是不是42 执行 42出来 但未来需不需要做个按钮 就看你个人 像有时候程式写完 跑出来 我要报表结果就好了 我干嘛 我就执行结果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加一个按钮 按钮只是方便而已 或者你给别人用 如果你自己用执行结果出来就好 我只要看那个结果 按钮也不一定要加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重点一 就是我们用两个苗栗和货 这个宜兰的话 在程式 就是在公式里面要这样加 但是在VBA里面的话 你就记得用 或 OK 其实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 画面先还给各位是一样 OK 所以 一样用累加 只是说 如果未来你有两个以上条件的话 就加一个偶尔就可以